暴力這件事其實這幾年是牽著的 通常會用什麼來打你呢? 手提電話用個割去撞你的頭 或者在心拍的就記得了 那條iPhone線 那條筆是flat 整個背部全都是 嘩! 不就是吧? 大家好! 今天看到我們有三個男生兩個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將會談的案件 其實都頗嚴重 就是一個打上來的男受訪者 她就說她老婆對她有暴力 而我們知道她都頗水深火熱的程度 所以我們要多些男生幫她 對的意見 是啊 好,我們馬上聽吧 Leo 你好 Hello 你好 以為所知你是被你的老婆暴力對待 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你說來聽聽 其實現在我怕了太太 暴力這件事其實這幾年是持續的 但女生又不算是很大力的 但她如果拿起一些東西的時候 她打你真是痛 那通常會拿什麼來打你呢? 手提電話用一個角度去撐你的頭 好 即是你撐完之後你是會瘀的? 是,真的很痛 有試過流血呢? 都有試過的 有試過因為弄傷了你要去看醫生 或者怎樣呢? 我自己搞定了,試一下 就是有了 我想知道通常因為什麼事你老婆會這麼火爆嗎? 其實很多時候都小事或者一些溝通上不可以 即是不會第一天認識你 第一天打你 一定是慢慢不知如何惡化了 是怎樣呢? 是盡情 其實就是我和太太結婚很多年 那麼多年內本身就沒什麼事 相處很開心 恩愛的? 恩愛,很恩愛的 但是生活上開始有些少少就OK了 就開始有些脾氣出來了 那就哄回她 但是開始有些奇奇怪怪的發脾氣 可能今天吃飯想不到去哪兒吃都生氣 第一次出手是怎樣開始的? 其實不記得了 可能真的很輕微的慢慢慢慢 越來越厲害 或者在深刻就記得了 我先用一條iPhone線 對筆是flat 整個半隻全都很狠 哇 不是吧 飾到很大力 有狠 是很大力的 是 那我問了 他飾你的時候 究竟是無緣無故一飾過來 還是脫衣 然後再飾你呢? 是怎樣的? 那我沒有 不是脫衣 不是那些 特地是吵架大家 火車眼 狂風那些 那我又想逃她 不想逃後 我又向前走 那我就吃完了 而你有表達你是痛的 但他仍然繼續 是呀 那你有沒有展示你有傷 讓人看 你看看多慘 其實他知道 但可能隔幾天 哎呀不好意思 哦 他都會道歉 那他打的時候 他怎樣會停 他虧了心頭之粉 他就會停 是的 累了 很多時候我們吵架 都是吵架到 大家累了一整天 可能早上5、6點 大家都頂不住 就睡覺 就可以好事 我想知道Leo 你其實有沒有一次 跟他表達過 喂不要打了 痛呀 其實都有的 那他什麼反應 我想知道 那就是停一停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的脾氣已經 到了一個點 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理會 就會有時候 但是可能 脾氣開始收回的時候 他就會好一點 我問多一點 關於那個被人打的情況 因為你正常男人 應該力氣比女生大 那你有試過用手抓住他 控制住不要讓他打你 當然有 我有抓住他控制 但是我抓住他 他又反過來 就說我抓到他很痛 哦 就說你 打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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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沒有 我說我抓到他很痛 不要再弄我了 即是你碰碼他 他就跌下來 滾來滾來滾來 離馬 但是他適合到你 整身痕 你就頂住 因為這個的確 Nio 你都不是小小的人 你應該比Dickson還健碩吧 也是 因為很多時候 大家會覺得 男生很健碩就打女人 其實不是 很多時候 因為我讀心理學 有些家暴的個案 其實是男生做健身教練 他的女生是小小的 但是也是小小的女生 打過 他都是做健身的 我給了一個感覺 他覺得你這麼大 我這樣打你應該沒事的 說真的 身體上就沒什麼 但是心理上就很帥 即是心理上 你覺得你心理上有什麼嚴重的影響 我剛剛看了醫生 他說我又中到抑鬱 是的 那我怎麼害怕呢 現在 其實 就是發生了一些事 都是吵架的 但是那次吵得很厲害 他鬧到我 走開了 自己躲起來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然後才回去 但是我發現回到家的時候 我有點害怕了 過家 我不知道怎麼面對太太 有幾個情況出現了 譬如我自己會突然很緊張 個人沒有動力 胃痛 頭暈 這次要一起過月了 那我真的想不到 才要體神 我現在就很矛盾 究竟我繼續堅持在一起 但是我自己也要做自己 我想知道有什麼 令你還想到會堅持在一起 其實我真的很愛他 因為我結婚這麼多年 不怕說我和他一起相處到超過十五年了 就是我願意付出所有東西去為他 包括工作、賺錢 他想到的事情 他想有什麼興趣發展 我都願意為他付出的 但是我發現我開始抗拒 那就很難定了 我聽Leo說 其實他是不想結束 但是我想知道 你老婆其實知不知道你有中度抑鬱 或者是這件事是由他引起的 其實近一個月就開始感覺到我身體不對 他就發現我有抗拒 他開始害怕我會離開 那有沒有停止他的暴力行為 其實有的 嗯 開始有沒有做到一些 其實不單止這些出手的 可能有些預言的暴力 打擊自尊心的說話 有什麼程度難聽的話呢? 垃圾啊 每個男人都不像你這樣啊 就是類似這些 現在很明顯 你的抑鬱來源就是你老婆 如果真的要改善關係 就是你老婆要改變 那我會問一下 為什麼你老婆會無緣無故 以前很恩愛 無緣無故的脾氣越來越大 有什麼原因呢? 就是大家有想做到的事做不到 可能見到一些朋友買樓了 我們沒有 就是有些對比 或者可能別人有小朋友 我們沒有 他又很想有我 可能他自己想了一面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塵水就發洩在我身上 那你老婆知道了你可能有這個抑鬱之後 那她現在你們兩個的相處是怎樣的? 因為我家裡大部分是家務 煮飯都是我處理的 但是他可能知道我身體有事 他開始會做一些 家裡的吸塵打掃 煮飯給我吃 我感覺到他怕他沒有我 明白 其實不幸之中的大幸就是 當他冷靜下來 他知道你身體有事 起碼有一天 不是說他做得對 至少他能控制到 知道要收手 就是這樣說 如果他這一刻 之後都不打你了 你沒有覺得受到威脅 你覺得你會不會 心裡面會舒服一點 你會慢慢康復 我現在看不到 因為陰霾都是在之前的位置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刻 突然間有些什麼做 差了 突然間又去醫院 所以我是有點害怕 所以我覺得現在看了醫生 你有個報告 你冷靜地坐下來 跟你老婆說 你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要她承諾 不要再動手 因為這樣你才定 你的心一定 你才不會再害怕 因為你的抑鬱來致 你不知道你任何一秒都會做錯 而之後的壓力就是你自己給自己 你很不亂害怕 我這樣會不會煮得不好 我膽敢打送 那東西不斷24小時困擾你 所以你要去Promance 就是先不要動手一腳 對 我們現在知道的情況 你已經有情緒病 我懷疑你老婆 都可能有某程度的心理問題 可能有些燥狂症 我不知道 其實我有跟她說過 我覺得她都會有 但她說她自己沒有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第二個步驟要處理的問題 當她跟她談了 叫她不要打你之後 可能慢慢要讓她知道 其實要解決問題 就是她都要去控制她的情緒 我相信她都不會 第一次就馬上去看心理醫生 但是你要讓她知道 了解她自己的情緒 是有些問題 其實她知道 不過她不覺得要看醫生 這裏我想問一下 她一定不肯看醫生 其實按照這樣分析 因為你比較弱勢 那你的提議 她一定不肯接受 如果要提議 你有沒有試過 其實跟你的家人 跟她面的家人說過這個情況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的問題之一 她認為我們兩個人相處 是不需要任何一方向來介入 如果要處理 就兩個人處理就可以 所以其實有些事情 我不敢說 好像今天打電話上來 其實我都是偷偷偷偷打電話來 因為我自己都要輸壓 我私下有朋友談談的事 如果你們兩個關係都這樣 不如你試試找婚姻輔導 但我能否幫到你 我曾經都說 我們現在關係是不行的 不如再仔細一點 她已經第一句弟弟了 但這裏我有點擔心你 因為你剛確診了有抑鬱症 然後你的壓力來源 長距在家裡 如果你真的按照你老婆的說法 不將這件事跟任何一個第三者說 或者有一個你信任的人 可能長輩 有些話語權的人說 我怕你自己處理不了 保持下去越來越差 我是擔心這件事 我怕會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最終壓力爆煲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其實我覺得現在算是爆煲了 所以我們去看醫生 醫生是否給我一些藥 他說吃藥應該會OK 所以我可以借這個機會 你吃藥 你也不要瞞他 就是說我看醫生要吃藥 看這個是否一個缺口 其實醫生也是一個介入 告訴你你已經受不了 看看會否是一個很好的缺口 令到可以慢慢找第三者幫忙 我試試 剛剛醫生也是這樣說 是呀是呀 就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向好邊想 起碼你都說 他觀察到你身體不碰 他有內疚 就可以幫忙做家務 其實他也愛你的 我甚至覺得他也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缺口 可能慢慢找人幫忙是一個方法 是 可能你慢慢看醫的時候 你跟他說醫生幫到你什麼 然後慢慢就當不是看他 而是他陪你看醫生 接著醫生就點出一點問題 他可能會容易一點 一步一步地接受 都是很方法的 因為我怕你現在就是抑鬱症 不斷在想 向最壞的事情 那就糟糕了 就幫不了你了 我覺得解決了你自己的身體問題 那些問題就慢慢解決了 其實我打電話上來主要是說兩件事 我不想繼續有一些事情發生 想跟無論男女也好 不要小看任何一個人的暴力 即使語言也好 或者親手打也好 真的挺在心裏的 不知道哪些人會爆的 那我的例子就爆了 第二就是千萬不要覺得 別人對你好是變形的 即使是兩夫妻也好 老公對你好或者太太真的對你好也好 你要知道他真的用了一些心力 心力真的對你好 不是必然的 可能有一天他不想繼續對你好的時候 他再想回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是很遲 是的 這個我覺得你很厲害 你在這樣的情況你還想到鼓勵 鼓勵大家上來 最後加油 還有當不開心 找一些朋友聊聊天 我也會 會令你心裡舒服很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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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其實我剛才有些事情想說 我不敢說 其實我打算跟Leo說 你可以選擇離婚 但我剛才沒有說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他會挑動他的情緒 所以我選擇放在這裡才說 因為其實家暴 剛剛聽到他的程度 其實已經很嚴重 即是無論是法律上來講 他是有刑事有抓他坐牢 還是在一個情感上 他其實已經可以立刻選擇離婚 任何一次都可以報警加離婚 所以千萬不要讓他習慣了 幾年來都是這樣 其實這件事大家要知道 是超級超級嚴重 也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為我都明白Leo的情況 因為我都試過情緒病 他去到那個草窩裡面 你覺得好像全世界 但是我甚麼都做不好 所以如果你去這一刻 我覺得他是做不到任何一個對自己好的決定 我覺得他是要好之後 之後再慢慢想 其實甚麼是對自己好的 那才是真的對他最好 那我也希望Leo快點好 之後可以選擇一個好的決定 總之一段關係裡面 無論是語言還是實質的暴力 都不應該存在 還有要盡量開始的時候已經要停止 要不然就會惡化 好啦 今天差不多 下集見 拜拜